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站在法上正念反迫害》 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9日 1999年720以后 我们的修炼走入正法修炼 我一直想在法上误导 如何真正站在法上犯迫害 不承认强加给我们的这场迫害 边误边实践 2020年3月上旬 我误导了一些法理 在此与同修交流 旧实力破坏性的考验大法与大法弟子 是不是对大法犯罪 是不是对宇宙正法犯罪 是不是对师父犯罪 是不是对大法弟子犯罪 对世人与众生犯罪呢 是 那么我们是不是告诉世人这个真相 和对大法犯罪的后果 对大法犯罪的生命将在正法结束后被销毁 旧实力对大法犯罪时 我们放下自我 放下生死 尽经护法 同时讲清真相 破除谎言 为大法在人世间树立了伟大的威德 旧实力对大法弟子犯罪时 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站在法上去犯迫害 不承认这场强加的迫害 而是做的时候 用人心 用人理 被迫害了 师父一次次为我们承受 一次次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学法 实修中认识到 误到 站在法上去反迫害 只是 我们没有误到 说我法理上 不知道怎么样 站在法上去反迫害 害怕 救实力迫害 现在 法理上认识到了 如何站在法上去反迫害 那么 就去做吧 有什么可怕的呢 师父在各地讲法二 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 只要 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 那就 无所不能 师父在各地讲法二 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 还说 大法弟子的伟大 是和宇宙正法联系起来的 你们最大的使命就是 维护法 比如 我被冤语迫害出监狱后 当地派出所要留指纹 让我随意写几个字 写什么都行 我悟到 救实力利用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 表现形式不同 不也是证实法 维护法的好机会吗 那就抓住机会做吧 我写道 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大法 法轮大法是正法 它是造就宇宙一切生命的法 谁反对都将在宇宙正法中或结束后被淘汰 警察气坏了 给撕了 四五个警察逼我按指纹 留指纹信息 我说 你们得让我说话吧 我说 你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 你们这是对法轮大法犯罪 这是要命的事 你不为别人着想 你得对你自己的生命着想吧 我真的是为你好 警察找借口撤了 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个人讲真相 这个人气急败坏地拿手机就要报警 我看到后发出一念 绝不允许 邪恶生命利用人对大法弟子犯罪 毁人毁众生 这一念发出后 再看要报警的人弄了半天也没报警 我再给一个摩托车司机讲真相 这摩托车司机是一个便衣警察 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警察 你跟我走吧 我发出一念 绝不允许 邪恶生命利用人对正法犯罪 毁人毁众生 再看警察 手马上就松开了 我一甩手就走了 有一天 同修一个人在家 有人敲门 同修开门一看 来了十多个人 三辆车 同修看着驾驶就明白了 突如其来怎么办 那就是证实法 维护法 在法上否定它 但说归说呀 可同修就觉得自己腿发软发颤 这是同修强迫自己要坚强 要坚定 有师在 有法在 怕傻 这是同修认出来了 来人是市政法委 区政法委 骗警和社区人员 市政法委的人说 我们来看看你 同修回答说 你知道吗 真善忍是宇宙根本大法 法轮大法是正法 谁反对随便给法下定论 都将在宇宙政法中被解体淘汰 同修头脑中打出师父在 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的法 师父说 人不配考验这个法 神也不配 谁动 谁是罪 因为大法是最有威力的 站在法上反迫害 威力就大 当同修说完这段法时 就看市政法委的那个人 眼睛显现出害怕的眼神 很明显 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 那人问同修说 你是不是做好准备了 同修没吱声 驱政法委的人开始对大法师父不敬 同修发出疑念 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 人这边要正他 同修对他说 你不要这样说 这样说对你真的不好 人对宇宙大法犯罪 能好吗 同修说完 就看这个人在地上转了两圈 开门出去了 一会儿把市政法委的人叫出去 过了一会儿市政法委的人 驱政法委的人进来了 对同修说 我们来看看你 你也挺好的 我们回去了 同修说 地里有菜 给你们拿点回去吃 他们说不用了 就这样来人都走了 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事情时 千万别把它当作迫害来了 而要把它当成是正实法 维护法 否定救世力 救人的好机会 机缘难得 是不是应该抓住机会做好呢 应该是 因为如何站在法上去反迫害 这个法里我们清楚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怕的呢 给同修提个醒 正实法 维护法 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 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 我有一段时间 很执着人的东西 手机电脑等等 这些人的东西 对自己干扰很大 通过参加大组学法 纠正过来了 对正实法 维护法的法理清晰了 在讲真相中 救更多的人 完成使命 以上是个人修炼的一点体悟 不足之处 请同修慈悲之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在谈修口和为他人着想 作者 大陆大法弟子 小春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0年9月9日 前些日子 听到本地一位老年同修 被邪恶绑架迫害 原因是 因为他家建了一个小资料店 这就使得不少学员 一时没有了资料发放 给正常的救度众生 带来不便 故在此再唠叨一下 修口的问题 邪党迫害法轮功21年了 大家都知道 邪恶最关注 而且迫害的就是资料店 当然 这些年也开始破坏学法小组 那么 我们每个真修的学员 在监控摄像头 处处都有的情况下 正念正行是第一需要的 更主要的是 每个学员 要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 爱护好每一个资料店 及学法小组 这是众生得救的资源地 使众多学员 也含国外天地形 明慧网 辛苦且多年培植 浇灌出来的花朵 每朵花都包含着参与学员的 无数心血 可是一直以来发现 那些从来没有参与资料点工作 始终现成得到资料的学员 别说爱护珍惜 实在有点过于大大咧咧的随意 表现为 一 三三两两 毫无顾忌 大包小包 甚至有的还带着手机 进进出出资料点 二 得到资料后 不知是出于对资料美观的欣赏 还是对同修的赞扬 在大庭广众之下 常常与不相干的学员谈及 某某某给的某某资料如何好 当提醒其得到资料后 无需也不能与任何人 谈资料哪里来到哪里去 该学员还振振有词地说 我不跟别人说 就跟你说 嗨 哪个知道他与多少人 说了多少遍了 是否考虑过资料点同修的安全 三 等碰到给了资料的学员本人 不管旁边有没有人 是什么人 大声地夸奖其 哎呀 那天你给的什么什么可好了 同修看了都说好 岂不知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呢 若在外边时 你可知旁边有没有便衣 或者心术不正者 那在家中呢 你家里的座机及常人的手机 在不在旁边不远处 会无意中给邪恶提供了资料的来源和参与者 四 一旦被邪恶迫害了 当问及资料来源时 这是最考验个人心性 及学大法后法理清不清的时刻 师父在迫害早期2001年4月24日 在《精进要指二》 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 终究讲 作为一名大法弟子 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 关键是有执着心 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 时刻用正念正是恶人 无论在任何环境 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 命令和指使 大家都这样做 环境就不是这样了 可是当时的学员 把师父的话丢到脑后了 也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了 为了推脱责任 保护自己 赶紧拖紧干系 吐噜吐噜哪个做的 哪个给的 一无一时的全盘突出 全然不想 这样会给相关的学员 带来多大的灾难 给整体旧人 带来多大的损失 五 在迫害的初期 为了相互联系 同修间都互留了电话 当时均为坐机 有的同修不理性 一直到现在 都把同修的号码 与常人的号码 写在一个本子上 就放在电话机旁边 大家提醒其多次 要求让其删除 销毁同修的号码 该人始终不理会 给邪恶留下了 迫害同修的空子 过程中 不但自己毫无理智的 自己需要时 便坐机打电话 给同修家的坐机 还使得家里 不修炼的常人 常常打电话 干扰诸位同修 且因此 而给同修 和不修炼的家人 带来了无数的伤害 六 资料点的学员 在被迫害中 邪恶都会追问 哪个教你的电脑 一般学员 都会理性地回答 是自己学的 本来也是 自己不学会 怎么操作电脑呢 这样事情 也就结束了 但是 有个别的 就是不愿意承认 对此重任的担当 是修炼人的荣耀 甘愿把这种 积功德的机会 推托给不相干的学员 好 邪恶破坏的目标 又转移延伸到 与此时毫无干系的 学员那里去了 引起被内部人 构陷的学员 被邪恶抄家 迫害骚扰 犯了以上 种种不理智 不理性行为的学员 有新加入修炼的 但是也不乏 已经修了 二十来年的 所谓老学员 对于这些人 真的不知 其这些年修没修自己 学法 得法了没有 怎么修的 师父 1997年 2月13日 在金金药制 《佛性无漏》中说 我还要告诉你们 其实 你们以前的本性 是建立在 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 你们今后做事 就是要先想到别人 修成无私无我 先他后我的正确 所以 你们今后做什么 说什么 也得为别人 以致为后人着想啊 为大法的勇士不便 着想啊 我们现在也知道 如果配合了迫害 不但自己犯了 迫害佛的罪 给那些参与者 也都记载 增加了迫害大法的罪业 师父虽然给了机会 发声明 重新修炼 但是如果过后 不通过认认真正的学法 找自己 为什么修这么久 还自私 一味地只知道 保护自己不受损失 该修去自己 哪些偏离大法的思维和行为 不弯心透骨的 如挖毒瘤一样 连根挖去 那思维来处的根源 不加强 弥补损失 只轻描淡写地说去 我错了 对不起 就过去了 那救世力 可抓住理和该人的漏 不让过去的 还有的回家后 还隐藏自己的罪过 不迅速地告知 被自己伤害的统修 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回避 修补挽回损失 而是躲在家里 一任事态自由地发展 那不是给邪恶时间 来迫害统修吗 有同修就这样让邪恶抄家 电脑大法书被洗劫一空 甚至骚扰 长期迫害的全家不得安宁 有被牵扯到的学员 给邪恶抄家绑架 迫害的失去人身的 有的虽然迫害后回家了 身体给折磨垮了 有的被家人看管 干扰得一蹶不振 从此再也不休的 大多数是被抄家后 经济损失 家里没有修炼的人 精神压力非常的大 愿我们修到现在的大法弟子 牢牢记住师父在 金金药指 佛性无漏中的教导 你们今后做事 就是要先想到别人 修成无私无我 先他后我的正觉 在人世中 就逐步地真正修成 为他的生命 在任何过关中 把住心性的底线 修口即为己 更是为他 我们再学一段 师父在2004年 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 我不是讲了吗 将来的生命是为他的 不是为私的 在这过程中 就在这样造就着你们 所以你们不能够光考虑自己 怕什么 怕这 怕那 是 严酷的迫害下 我也不希望学员们 去遭受迫害 但是 现在环境 渐渐的不同了 那就应该做得更好啊 其实 那些一直做得很好的 何尝不是 从严酷的迫害中 走过来的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物执着美国大选 物执着预言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 明慧王2020年9月7日 最近国际形势飞速变化 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期间 我发现 有些同修过度关注 美国大选和大瘟疫的问题 严重干扰了 静心学法修炼 干扰了讲真相 救度众生 心如扶贫 其实 同样的情况 已经经历多次了 想当年 执着纳克总理 执着两会 执着奥运 执着将轨倒台 有同修认为 速将后将轨会被抓 执着香港 执着台湾大选等等 一次次的执着 一次次的重复 在执着的同时 隐藏着什么呢 是不是在向外求 向外看 是不是有争斗心 欢喜心 报复心 是不是有把希望 寄托常人的想法 伟大的师父在正法 一切围着正法转 怎么能把希望 寄托在常人形式呢 怎么能把环境的改变 放在一个常人身上呢 师父说过 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 促成的 我理解 大法弟子越执着 环境会变得越复杂 师父在经文 《理性》中说 人心的改变 就会使事情 向正面转向 师父说的 人心的改变 往哪改 往正念改 执着常人 是正念吗 不是啊 现在 国际社会好多有 正念的和正义思想的 政府组织 个人 纷纷起来维护正义 围剿中共 与其说他们在围剿中共 还不如说他们在做选择 因为一切围着正法转 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一定不能本末倒置 社会形式的变化 只是我们三件事的结果和辅助 还有同修特别执着大灾难 大瘟疫 特别执着预言 强调预言是师父让找出来的 告知亲朋好友 何时迫害结束 几月几号来瘟疫等 结果可想而知 师父说的三件事 哪有这些呢 一点个人体悟 不当之处 请同修执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原来是那颗怕执着的人心在作怪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9日 发现这个问题 还是在一次刻骨铭心的不愉快之后 我是公司的技术骨干 由于修炼大法 自然会做到不贪不战 能舍去自身利益 时刻为他人着想 我的处事态度 得到了公司老板的赏识和信任 每每公司有决策性的大事时 他总找我商量 听听我的意见 正因为如此 在一次会上 我不经意的一句话 触动了另一个部门的利益 会后我心里很难受 为自己影响了别人而自责 满脑子都是愧疚和失落 这时心口 隐隐有点痛 我知道是师父把我的执着心 给推了出来 于是反思自己 向内找 找出了显示心 好事心 求明心 自以为是的心 和维护自我的人心 没有做到修口 于是发正念 清除他们 可是难过的情绪 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发沉重 心口痛得更厉害 以至于我不得不用手 按着心口 坐立不安 显然我没找对 于是问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么痛苦的状态表现出来 这个表现背后的根本因素究竟是什么 我仔细思考 我仔细思考 哦 是怕心 怕被同事背后诋毁 想保住自己的好名声 维护一团和气的狡猾的党文化 想到这儿 我马上清除他 可是心口依旧痛 我不断地求师父 心里和师父说 弟子究竟错在哪里 请师父点误 弟子一定归正 由于和同修有约 我离开单位去同修家 单位离同修家 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在车上我都在想 师父啊 弟子不能把这个不好的状态 带到同修家 我得尽快归正啊 于是我把思维拉了回来 让自己从具体事情中跳出来 纵观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 我看到了 我之所以如此胶着 是我总怕自己被执着心带动 做不符合法的事 所以做事处处防范 谨小慎微 瞻前顾后 这表现的不就是怕执着吗 想到此 刚刚的思绪还没结束 顿觉身心轻松 心口的痛立即好了 不好的思维和沉重的顾虑 消失顿形 原来是他在作怪 这时车也到站了 我愉快地向同修家走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2020年9月3日 二十几年的修炼历程 和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一样的 由盘山学步到今天的长大成人 一路走来经历着成长的痛苦 也经历着成长的快乐 最后收获得盆满钵满 所有的不堪和苦难 都让师父的妙手演化成了不尽的福分 真是说不完言不尽的施恩浩荡啊 第一部分 苦难人生 我原本有着在周围人 看起来算是亮丽的人生 由于长相好 成绩好 学生时代 一直是同学崇拜 老师喜欢 父母也疼爱有加的 大学毕业后 我被分配到了事业单位 当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之后不久 我遇到了在机关单位工作的对象 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可惜我在生下女儿之后 身体开始出现了不良状况 发地烧 背部隐隐作痛 四肢法力等 去医院一检查 肺和心脏出现问题 虽然检测结果好像并无大碍 但是我感到十分痛苦 压力非常大 之后症状越来越厉害 头也开始疼 还伴随气短心剂等 每天工作生活感到力不从心 奇怪的是 打针吃药多种治疗 悲胆不见好转 而且各种症状都在不断恶化 实在受不了了 我感到每天每时每分都在煎熬之中 这是我最终放弃了我热爱的三尺讲台 办理了病休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外地大医院接受检查治疗 谁也没有想到 这次检查结果竟然是肺癌 左肺有扩散 而且还伴有心肌炎 心律过速 神经衰弱等 因为不敢相信 也不甘心 所以家人带着我 千里迢迢又去了别的打医院 看了西医又看中医 结论大同小异 而且没有特效药 我明白 医学判了我死刑 但是我想活下去 我希望有奇迹出现 丈夫坚持让我住院治疗 药很贵 到头来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病情还在一天天的家中 丈夫说 就是去戒 砸锅卖铁也得治病 但是我想 我不能让一家人财两空啊 人没有了 再背上一身债务 为了节省开支 我回到家中治疗休养 除了服药外 我自己给自己打针 时间长了 两个屁股结了很硬的块 不敢坐 不敢走 再发展下去 生活不能自理了 开始是婆婆来照顾 一个人忙不过来了 后来母亲也来照顾了 我的气息越来越不够用了 说一句话 中间得休息几次 胸腔不间断地胀痛 原来只是背痛 逐渐地往里痛 往前痛 直至痛透了整个胸腔 这种持续不断地疼痛 让人整宿都不能入眠 原来只是发地烧 逐渐高烧不退 整天开着垫褥子 而且是高档 有一次 急被烫伤了都没感觉 到了不能吃饭 不能睡觉的地步 我也彻底绝望了 什么也不做了 整天躺着 唯一能做的就是流眼泪 原来幸福的家庭 变得淒淒惨惨 丈夫每次下班回来 陪我说不了几句话 就背过身去 偷偷地擦眼泪 我才三十出头 正是人生好年华 第二部分 大法救命 就在我万念俱灰 等待死神召唤的那一刻 想不到奇迹发生了 那是个我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 一九九七年 过了元宵节 阳春三月的一天 大学同学送给我一本书 我说不看 光气就够喘的 而且胸疼 头疼 头晕 实在是看不了了 他说这本书 不同于古今中外所有的书 非常神奇 如何如何 我不相信 更不想看 心里笑他愚昧 但爱与情面 让他放下了 就放在床头 可是等到夜母降临 等到万籁聚集 家人都沉沉地睡去 我依旧躺在床上 承受着病魔的蹂躏 无论如何 也睡不着时 我想起了当天 同学说的那些话 想起了那本书 不可思议的是 当时突然一阵热流 通透全身 感到一阵奇妙的 从未有过的心身书场 不有自主地 我捧起了那本转发轮 好奇地打开 读了起来 说也奇怪 书里的每一个字 都像磁铁一样 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看完篇首论语 就迫不及待地继续看 师傅在《转法论》中讲 整个的人类社会 都是在一个层次当中 调到这一步上来 站在功能角度上看 或者站在大觉者角度上看 本来这些生命题 是应该销毁的 可是大觉者们出于慈悲心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就构成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 特殊的空间 而这个空间的生命题 和宇宙中所有空间的生命题 都不一样 这个空间的生命题 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生命题 看不到宇宙的真相 所以这些人等于是掉在谜中来了 要想好病 驱难 消业 这些人必须得修炼 反本归真 这是在各种修炼中 都是这样看的 人要反本归真 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 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 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 师傅在《转法论》中还说 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 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 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 它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 是吗?人可以不生病吗? 那么我还可以活下去吗? 书中的字字句句 触动着我的灵魂 颠覆着我所有的人生观念 我如今似渴地读着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自己的病体 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中 直到家人起夜才惊动了我 抬眼一看表 发现已是凌晨三点了 因怕打扰别人休息 我恋恋不舍地和上了书 熄了灯 可是竟然一丝睡意也没有 内心翻将倒海 莫名地激动和兴奋 天刚蒙蒙亮 我又捧起转法轮 把没看完的 一气呵成看完了 转法轮为我这个死气沉沉的生命 注入了生机 读完后 我感到一下子神清气爽 一下子身体充满了活力 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 第二天 不顾家人的反对 我独自骑着自行车来到同学家 他一见到我就喊 你好了 太好了 我把书还给他 兴奋地说 看完了 我好了 确实是神奇 他说 还有动作 有五套功法 我惊喜地说 是吗 我想学 以前我曾随父亲 学练过其他气功 相信气功 驱兵健身的功效 所以他一说有动作 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学 由于他当时也不大会 他便带我极客动身 去了他熟识的另一工友家 人家很热心 不厌其烦地教 当天我差不多学会了 回家的时候 天已经很黑了 路上骑着自行车 好像有人推一样 感觉自己身清如燕 竟然体会到了 没有病的滋味 在学会动作的第二天中午 我已靠在床头 正想闭目养神 忽然前方飘来一个漂亮的 闪闪发光的圆东西 我惊呼 这是什么 然后转念一想 法轮 是法轮 每轮美奂的法轮转动着 放射着奇异的金色的光芒 由远而近地缓缓飘来 静止飘到我的面前 我大张着惊奇的眼睛 看到法轮内部的太极 和慢字符都在奇妙地转动 刹那之间 法轮从胸部进入了我的体内 我大惊 一下子坐起来 感到太神了 从此 我更加确信大发的操场 在练功上使劲一下功夫 每天练好几遍 有一天晚上 孩子睡了 丈夫在客厅里看电视 我在床上打坐 刚坐下不一会儿 忽然感到手没有了 然后胳膊也没有了 之后腿也不知去哪了 心里有些惊悚 渐渐地 整个身体都没有了 光剩下脑袋了 我开始害怕了 没有身体了 想动也动不了 怎么办 然后脑袋也没有了 只有思维还在 意识清楚 能听见客厅里电视的声音 那时只是热衷于练动作 并不看重学法 即便如此 我也是在迅速地康复 奇迹般地生还 两个月后 我主动要求 重返了工作岗位 第三部分 沐浴时恩 在同修的帮助下 我逐渐明白了 学法的重要 请来了转法轮 及师父的其他著作 每天拜读 通过反复学法 我先是明白了 做人的道理 又明白了 修炼的道理 也逐渐懂得了 疾病形成的原因等等 通过学法 先前很多不明白的问题 也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从去病健身这层次中突破出来 我开始真正走入修炼 按照宇宙特性 真善人 做人处师 天天学法 凡是用法衡量对照 这样除了身体的变化 我的内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做事 往往先考虑自己 比较自私 现在不同了 处处为别人着想 努力做到与人为善 因为师父在精进药制 佛性无漏中 要求我们要 修成无私无我 先他后我的正觉 我感到身心在大法中 不断得到净化和升华 有一次 丈夫在外面喝醉酒 回家后 莫名其妙地对我破口大骂 我想起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的教诲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并按下决心 这次一定要守住信性 不跟他一般见识 所以不管他怎么骂 像没听见一样 心没动 可是他又动手打我 我依然没有反应 想不到他更加恼火了 一边喊着 你为什么不还手 一边劈头盖脸 打得更厉害了 直到可能是打累了吧 才气呼呼地停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 自始至终 我没有还手 也没有说一句话 可是因为自己很疼 因为他这么无理 我深感难过委屈 就在心里喊着师父爬到了床上 就在我躺下的那一刻 一件神奇的事发生了 我感到法轮转了 我感到小腹部位的法轮 在快速地奇妙地旋转 舒服极了 我又惊又喜 所有的委屈一扫而光 取而代之的是不尽的感恩 深知这是师父莫大的恩赐和鼓励 因为我守住了信心 从此不管我走到哪里 每天都会感受到法轮玄妙的转动 特别是在安静下来的时候 比如吃饭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坐在办公桌前的时候 我感到自己像充足了气的皮球一样 动力十足 更加精进 也更加乐意付出 除了每天按时上下班 晚上我到学法点学法 早上早起 骑自行车到练功点练功 每逢星期六星期天 还与同修一起组织红法活动 召开法会等 沐浴着持恩 带着师父的慈悲嘱托 我把大法的福音传给了亲朋好友 传给了同学同事 邻里邻居 传遍了家乡 本地学法练功的人数 跟全国一样 每星期都在成倍地增长 为了方便同修 也方便自己 我征得家人的同意 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 在家的附近建立了练功点 晚上招呼大家学法 早晨拎着录音机 差不多总是第一个来到练功点 等候大家一起练功 学法练功成了每天的必修之客 成了生活的必要内容 甚至像吃饭喝水一样 自然和必不可少 修炼的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的 往往也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下午 我接孩子放学 在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往回赶的路上 到了单位大门前 工作需要得横过马路回单位 我放眼一望 马路上光光的 一辆车也没有 连个行人也没有 就放心大胆地往对面单位冲去 就在几乎过完了马路 还差一点就进入大门时 我眼角的余光 突然发现 远处几尺而来一辆摩托车 我一加速想一下子冲进大门 给摩托车让出路来 可就在这刹那之间 看似遥远的摩托车 不知怎的飞一样来到了跟前 筐一下撞上了 等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坐在地上 孩子站在旁边 我急忙问孩子 受伤了吗 他平静地说 没事 我放心了 想爬起来走 这时 骑摩托车的两个小伙子 可能吓坏了 赶紧前来 怯生生地问道 大姐 经找你和孩子了 你看怎么办 去医院吗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说 我知道你们不是故意的 你们走吧 我们没事 说完 我从地上爬起来 扶起自行车 发现自行车也没坏 只是车把歪了 我把他震过来 就想回单位 可是想不到 那两个小伙子 挡住了我的去路 并改变了态度 说 大姐 你没事 可我们却受伤了 你看 衣服也摔烂了 摩托车是新的 也摔坏了 我一看 的确是这样 他俩身上还有血迹 摩托车还在 十多米远的地方躺着 其中一个小伙子 接着说 大姐 你就给修修车吧 要不给二百块钱 我们自己修也行 我没多想 就把钱给了他俩 这时未官的人很多 大部分是单位里的 他们认为这不公平 让我跟这两位要赔偿 还有同事要打电话报警 我诚恳地跟众人说 我们娘俩没受伤 比什么都强 我们是因为学法轮功 师父保护了 师父要求与人为善 我还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了 听我一解释 为官的众人都嘖嘖称奇 我能活过来 能重返工作岗位 单位教职工及领导 都知道是法轮功救了我 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通过车祸这件事情 他们很多也明白了 法轮功不但驱兵健身有奇效 而且还能化险为仪 遇难成乡 还能提升人的道德品行 但为人再次对法轮功刮目相看 在我的影响下 单位所有人知道了法轮大法的好 很多人看过书 练功的有二十多人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九八年的冬天 平日里孩子放学后 自己坐搬车回家 我给他开门 有时我提前回家等他 有时他坐在门口等我 他不会开门 所以不带钥匙 可那一天因特殊情况 我回家太晚了 天都快黑了 我急着往家赶 快到宿舍楼附近 我就四处打亮 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我想一定是在家门口等了 三步并坐两步 到了家门口 孩子不在 我喊着他的名字四处寻找 哪里也没有 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父亲更着急 他去了学校里找 都说正常放学 别的一概不知 丈夫说必须报警了 这时惊恐的我又冷又累 心想没别的办法了 只有看求师父保护这个孩子啊 我五经打采地回到家门口 掏出钥匙打开锁 推开防盗门 一下愣住了 孩子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吃着零食我忙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他边吃边漫不经心地说 我等了你老长时间你也不回来 我饿了想回家就用头把门顶开了 我好奇地问这是防盗门 大人也弄不开你怎么能顶开呢 他一边吃东西一边天真的说 不知道 反正我想进来 用头一顶就开了 我激动地抚摸着他的头 他还说 头也不痛 也没出血 我一下子明白了 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呢 在修炼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 师父的慈悲无所不在 师父的呵护无微不至 每当遇到困难 感到山崇水赋已无路时 只要稳住心态信师信法 并按师父的要求做 往往就会出现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 沐浴着浩荡施恩 我的人生有了归宿感 内心充满了温暖 安全和光明 早晚学法练功 百天忙碌的工作生活 每天的体力精力都是充沛的 无论做什么都是愉快的 幸福的 以前无论身心吃过多少苦 遭过多少罪 今生能遇到大法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天地之间 最有福气的生命 第四部分 暴风骤雨 99年720以后 黑暗笼罩着中国大地 所有的报纸 电台 电视台 所有的舆论工具 铺天盖地的造谣 诽谤污蔑大法 完全黑白是非颠倒 但是 我始终坚信师父 坚信大法 没有动摇过 只是不知 为师父 为大法做点什么 99年10月的一天 电视新闻上 播报几个大法弟子 被绑架了 画面上 他们虽然戴着手铐 但神情淡定祥和 我的精神为之一阵 高兴大家在坚持 在捍卫真理 于是经过反复斟酌 我决定上北京 为大法说句公道话 我的健康 我的生命 我的一切 都是师父给的 在师父和大法 被恶毒的谩骂和攻击时 我怎么能不站出来说话呢 打压真善忍 也是国家和弥族的灾难啊 照同修一交流 我们三个一拍即合 决定当晚就动身 我立刻回家收拾东西 出门时孩子已经睡了 本来不想惊动他 可是我准备走的时候 他醒了 他要跟着 我反复劝说 希望他听话 他就是要去 带着个七岁的小孩 无疑是累赘 我急了 朝他喊道 妈妈这次出门 不是去游山玩水 而是去护法 去吃苦 说不定就死在那里 不能活着回来了 他也提高嗓门说 不要紧 我不怕死 我就吓唬他说 如果坏人用枪指着你的胸口 要枪毙你 难道你不怕吗 他表情严肃 并且斩钉截铁地说 不怕 我也是大法弟子 我也有护法的责任 我也愿意为大法献出生命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们没有理由不带着他了 我们一行四人 就摸黑上路了 这个时候 江市流氓集团调动了全国几乎所有的警力 对法轮功进行疯狂迫害 并堵死了所有进京的渠道 我们此行事难上加难 为了到达目的地 避免中途被绑架 我们没有乘坐直达的火车 也不乘坐长途客车 而是搭乘路上的四驾车 很多时候得步行 过程中我们风餐露宿 昼夜兼程 有时候一天吃不上一顿饭 孩子累了就不走了 我们轮流背 就是这样 孩子还是走破了一双鞋 几经周折躲过盘查 我们终于走上了天安门 但很快就被便衣警察绑架了 被非法关押了几天后 又被当地公安绑架回到当地 我们三人都被刑事拘留了 我被认定为组织者 孩子未能幸免 被警民恶警单独恐吓右供 后来被他爸爸接回家 因为这件事 当地的报纸、电台、电视台 做了头号新闻 市里召开了街批大会 虽然受了苦 蒙受了羞辱 但是我的心情 却较之前舒畅多了 进京之前 我是想用生命维护大法 做好了付出生命的准备 想不到还能活着回来 仅仅这一点就值得庆幸 虽然习党反面宣传 但人们知道了 在这样的迫害面前 还有人敢站出来为师父申冤 为法轮功鸣不平 从此我的生活不复平静 不再风和日丽 相反暴风和咒语 却时时在我面前肆虐嚣 不法人员动辄上门骚扰 抄家 待人非法拘禁 坚实拘住 我被非法刑事拘留三次 被非法劳教一次 被非法判刑一次 受尽各种酷刑凌辱 我被非法关押的六年 身体被迫害得非常糟糕 腰部受到损伤 导致下肢瘫痪 生活不能自理 虽然经受过种种酷刑 历尽了种种磨难 可宇宙真理的光辉 无时不再照亮我的星空 为大师父的无量慈悲 无时不再包容呵护着我的身心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 身处何种险境 我都没有失去方向 却有强大的信念 有足够的精神支撑 我的生命 我的一切 都是师父给的 无论付出什么 都是值得的 而且我体会到 我的所有付出都会得到回报 哪怕付出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 很大的回报 第五部分 修炼如初 当上大学的女儿 把我背出监狱 背进自家的车里 我感到师父的无量慈悲 一下子笼罩了我 法轮在我的周围 快速地运转 美妙极了 回家的当天 女儿就给了我一本转法轮 我如获至宝 如饥似渴地拜读起来 真的是久违了啊 我一边读 一边眼泪止不住地流 好像不是自己在读法 而是师父在给我讲法 我分明是在聆听师父 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字字句句 都震撼着我的心 就在当天 当我放下转法轮 有一种天轻体透的感觉 身体特别舒服 接着瘫痪几年的我 一下子站起来了 家人目睹着这一切 无不万分感恩师父 说来真是惭愧 其实早在这次牢狱之灾之前 师父用多种方式 点化过我 是我不悟 没用正念破除邪恶的安排 没有走正师父安排的路 现在回想起来 真是太蠢太笨了 然而深陷淋雨的日子 师父并没有放弃我 仍然不断点化我 让我悟到 一开始我还是不悟 向外找 用人心看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不断的背发 发正念 查找自己 我终于找到了修炼的大漏 找出了自己被迫害的原因 找出了许多修炼中的不足 如果之前能明白这些 这次牢狱之灾 是可以避免的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在血窝里待了这么多年 白白浪费了时间 耽误了自己 也耽误了救度众生 同修得知我出狱的消息后 给了我莫大的关心和帮助 给我补足了所有师父的讲法 通过不断学法 我又明白了许多法理 发现了修炼的差距 通过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 我懂得了 原来共产邪党这个西兰幽灵 是由恨和各种宇宙 低层败物构成的 它附着在 信奉无神论的党团员 绍兴队员 和认同共产邪党的人身上 其根本目的是毁灭全人类 为了救度无量众生 兑现史前大院 我学会了上网 学会了打印资料 每天马不停蹄地 做着三件事 有一次 邪恶案当地黑名单 企图绑架我 五六个年轻小伙子 来到我的住处 在他们进门的刹那 我一下子闪进了洗手间 插上门 开始发正念 并求师父加持保护 我清晰地听见 邪恶嘈杂的脚步声 到处走动声 听见盘问我的家人 听见丈夫孩子 回答得很巧妙 很智慧 半个小时后 他们走了 丈夫说 除了洗手间 哪里都看了 连窗帘都掀了 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 心怀无比的感恩 往往是处有因 这次我仔细地查找自己 发现是自己 对丈夫长期不去的怨恨心 造成的 还有对邪恶的怕心 加上经些日子忙着做事 学法少 学法也不大入心 风雨没有停止 迫害仍在继续 然而在修炼这条 泥泞又艰险的道路上 在师父的呵护下 我依然在紧张而快乐的前行 在师父的引领下 随着修炼提高 新性的升华 我逐渐地领悟到 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 不管怎么付出 都是应该的 因为自己就是这个境界的生命 一切都是为他的 无私的 无论做什么 根本不是给师父做的 过程中 是师父在成就着弟子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既然当了大法弟子 那么就得担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 无论天塌地陷 还得救度那些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世人 二十多年来 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 经历了多少风雨坎坷 可谓递进人间磨难 然而 对我而言 活着就是幸福的 如果不是幸与大法 我早就离开人世 成了宇宙中的孤魂野鬼了 是慈悲伟大的师父 让我在法中重生 又一次一次地 把我从邪恶的魔掌中 解救出来 不停地给我净化着身体 提升着生命的层次 二十余年来 我深切地体会到 每当我修炼懈怠时 师父总是用各种办法点化我 每当我稍有精进时 师父总是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师父在2014年 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 来在世上的生命 当不上人 当动物 当植物 都等着大法弟子救度 你们做不好啊 不只是你们自己做不好 你发愿要救度的那些生命 都将失去机会 你们责任重大 未来等着你们 宇宙众多的生命 都在等着你们 在这宇宙开天辟地 都没有的师尊救度中 大法弟子真的没有理由不做好 本次节目的最后 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将真相时不要被对方状态带动 一文中写道 我一下明白了 人就像个复读机一样 因为母亲看常人新闻 她脑子装这些 但是心里是明白的 只是表现出来是那个嚷嚷的状态 现在新闻 学校都在搞这些负面宣传 可是说者无心 听者有心 我却被带动了 以为她不愿听我们的真相 说这个事就是提醒同修 在面对世人议论 疫情的负面消息时 不要动心 就正念很强地跟对方讲真相 也许说者无心 听者有心 常人说这个 心里想的是别的呢 人也会像复读机状态一样 随便说说的 那不是他们的心里话 就说我们不要看表象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在圆融整体中提高 一文中写道 没有修取的执着 时时都会表现出来 以私为主要特征 具体表现是 在具体的事件和问题面前 本能地出现种种客观理由 使自己要绕开或回避 但这些所谓客观理由 正是自己要突破的东西 或要修取的人心与执着 这一次的经历 确实让我实修了一把 面对困难 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 记住师父就在自己身边 用正法力看问题 法说行 大法弟子就一定能行 修取抱怨 学会包容 周围的同修 未必就是不经济 未必就是推卸责任 前台和幕后是一个整体 互相补充的 都是一个修的过程 都是圆融配合的过程 多些配合 少些拒绝与埋怨 现在看所谓安检 心里稳多了 没有了怕心 安检是邪党搞的常人的东西 和大法弟子有关系吗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安检查的是坏人 以邪党头头们的人身安全为目的 我们修大法的是好人呀 世上最好的人呀 我们也没有用暴力对抗 邪党人员呀 咱们心虚干啥呀 没理由心虚呀 我们的车通过以收费站时 收费站外设立了检查站 所有车道的所有车辆 全部查证件和询问 排着长长的车队待见 快到我们的车了 我就想 这些年轻的士兵呀 你们其实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 是来支持大法的 不是来破坏法的 这种当兵的职业身份 不是你们的错 你们选择圆容大法 保护大法弟子 你们才有未来呀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放弃在人中习惯的观念 一文中写道 按照常人的观念分析问题 就是用常人层次的思想 才对待表现 那么就会按照心性所在位置 演化表象 向随心变嘛 用低层次的观念看问题 低层次的理就起作用了 就能制约我们 例如面对恶境骚扰的时候 如果正念强 就真的抑制住邪恶了 如果用人的观念想后果 或许就真的是这种后果了 因为是在求 我们修炼人应该起主导作用 表现应该按照对我们做三件事 有益的方向变化 而不善照常人社会的规则来发展 修炼人没有偶然的是 在常人中养成的观念 经验 所谓知识 导致的结果就是 一看到什么现象 大脑自动就会在记忆中搜索 寻求相应的应对方法 以及对结果的预期 甚至直接就有解决方法 直接反映在大脑里 平时在常人生活中也是 人与人之间沟通时 对方说一句话 包含什么意思 他想知道什么 我该如何回答才能不施礼貌 而且能避免他的陷阱 这种人就是所谓的老恋 思维敏捷 我们练工人 如果平时一直在法上 遇到问题应该想到的是 我是练工人 应该如何处理这种事 因为心性高了 修好的部分 可能就会起主导作用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向内招去掉人心执着》 一文中写道 多年前 监狱医院最终的结果说 我是子宫癌 而且很严重 最后监狱拒收 但是这么多年 我也从未有过 腹部不正常的念头 偶尔出现过坠痛现象 我都没动什么人心 就觉得都是好事 物极必反 有时同修好奇地问我 我真不知如何回答 就觉得脑袋空空的 就是对这事没有什么思想 别人问我时 如果说都是假象吧 确实有流子 说有个流子吧 我从来都没有去想这个事 也就是在我的思想中 没有形成执着 只不过是个流子而已 对我来说 就像是什么也没有 所以当同修问我 我不知如何回答同修 只是瞪着眼看着同修 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本来时间的一切 对神来说 都是可以随意变化的 都是假象 我们是修佛到神的 一切的变化 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 当医院检查说 我腹部有这样的问题 或者那样的问题 我知道使我有色欲心 加上历史的渊源造成的 因为是在腹部嘛 所以我就注意在这方面 修自己 我也用意念和那个生命善结 但是不因此形成执着 在那个生命离开我之前 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 所以有时也发正念 师父在各地讲法三 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 也说了 你打出的功呢 他该管的能管 他不该管的 功也是按照法在做 因为你修炼中 就是按照法的标准修成的功 说到我不动心 那完全是大法法理的指导 给了我正念 最终善结了与我有缘的那个生命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珍惜同修员默默做好救人的正事 一文中写道 在法中 我深知 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三种关系要摆正 我们与师父签约 要注施正法 救度众生 与同修 我们要相互配合 圆融互补 与众生 使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 大海之所以能够容纳百川 一方面是因为 它有博大的胸怀 容量大 包容能力强 另一方面是因为 它把自己摆得最低 百川才能流入大海 作为大法弟子来讲 在正事法配合当中 也应该有大海一样的胸怀 能够包容统修的不足 你哪块有不足 我就默默地圆融补充 使整体正事法的事情做好 不管你是谁 我都看你好的一面 只要你想正事法 我就能配合你 默默地补充 再一个就是要摆低自己 如果摆高了自己 把自己看得如何了不起 比别人都强 就不会甘心去配合别人 这样就没法配合好 各位听众 这期到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